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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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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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时间之内两击 头锤打穿了大连人 哎呦喂 哎呦喂 帽子系法 队友都看呆了 是吧 嗯 哎 球进了 那就还有点 还有点意思在最后啊 在这儿三 这次戴伟俊来罚 哎不错 进了 乌龙吧 应该是 而这个 策动这个球呢 是新元戴伟俊告离 有点运气的成分 但是就像博主说的 这个球还是有他的这个订阅球 认计球技战术含量在里面 是 没下多 助跑 球进 韩佳琪是不是蹭到了 但是 碰到了 碰到了 但差一点啊 碰到了 出跑 啊 球进 哦 打得无解 嗯 啊 这打打力打上脚 这个是需要很强控制力的 一个不留身其实是有飞的可能的啊 抖铃 这个球衣给破坏了 看这次 外围来的一球远射 哇 超进了 厉害 非常的精彩 先让永昌回归之后 第一球来自于王鹏 厉害 嗯 上个赛季王鹏 但是永昌那边是一个 虚宝岛 投球后侧 看看这个投球 抽进了 说谁就是谁啊 但这个球高拉特送上的这个助攻 才是关键 对 就是高拉特啊 他永远是 看看高拉特 直接打门 漂亮 门叫封出来 跟进补射 球进了 哎 你看这球给的不错啊 穆里奇再也能不能过 给了马修斯 马修斯打门 抽进了 非常的精彩 这是永昌在中甲时期 包括在过去好几年 非常习惯最拿手的这种团队推进啊 主要是 多拉多 宋伯轩 把球呢 回敲 虎脚再传 哎 投球顶到了 抽进了 多拉多在开场之后 他的第一次射门 就使得河南建业一球领先了 确实是河南建业第一次攻到了三十米区域 然后取得了进球 这一次多拉多处于无人防守的位置 上臂 小球还是由伊沃来处理 哎 这球罚了 罚到门前 将球打进 多拉多没开二度 上半场第六分钟 他的进球 下半场不到两分钟 多拉多完成了在中超赛场上 他第一次的没开二度 谢鹏飞 这球给直三 哎 看这下 这是谢鹏飞 球进了 扳回一球 在第六十分钟的时候 谢鹏飞成为了这个赛季 为江苏苏宁一共打进联赛第一例进球的球员 这个球处于河南建业正要往前压的一瞬间 然后 开始猪跑 右脚大门 球进了 二比二 苏宁一共队展现了球队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在下半场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 就将比分扳平了 中场能够掌握控球 就是这种球啊 李南达长传 藏尼尼坐回来 这是一次机会啊 打得很正 代补赦桑基尼 翻车了比分 下半场苏宁一共队打出了火爆的进攻足球 短短的时间里边连入三球 3比2领先了 跟上半时的那个配合非常非常的相似 桑基尼做球 同样是米兰达的一次回转球的给球 桑基尼这个球把球做回来之后 埃德尔在湖底去使用的杨伯宇 稍后可能也会出场 要改五后位了 这个球 非常冷静 第二 无锡完成了在前场一条龙的进攻 无锡这个球突进来是非常的冷静 我们看无锡接到球之后 其实第一下没有接好 但是马上抹过来这一下啊 其实河南建议的旁边两名后卫球员都有 不断的一面 没错 龚伯宣的传中 多拉多把球停下来 外围的远射球又进了 这是一场进球大战 波招的世界波 对 进球还在进去 确实这场比赛还没有办法去下定论 波招这场比赛也是发挥很多月 如此精彩的中超联赛 确实 三个赛季第一个进球 第一点增高 二点球 二比零应该是朴城 66分钟通过定位球 国安队再下一城 以前的时候他这种 就觉得拿下了 心理优势过大 处理球很随意 刚才那个球你说 之前其实朴城有些处理球也显得随意 这球巴坎布也顶到 但是是对方队员啊 正是属于一个纯右脚 直接打了 球进了 这个球打得非常的聪明 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这个球呢应该说是没有选择 向大家意想当中的从人枪上面飞过 这个球确实也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和荣耗以前做过队友 他呢左脚用的多 右脚呢感觉好像平时不怎么用 但是弱点 哎呦 这个是意外的 对因为角度的原因啊 这个球向上走的时候 跟这个球网的颜色比较相近 应该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球 对前点感觉应该还是余海震到的 但是这个球抛路线呢比较怪 所以导致杜佳这边可能还是判断上有一点问题 再看一下还是余海 有一点成为吊射 对然后他这一拖好像 没拖出去 对没拖出去 而且自己的中心已经没了下落了 他既碰到手又打在了横梁上 对 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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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吹 还是打身后 哎呦 好球 这个全球像变系法一样 从身后 洛佩斯依靠个人能力 步步相逼 稳一定 又是